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金 今天是加东时间 2022年11月2号星期三 今天凌晨 我看到咱们这个频道的订阅数 就达到100万了 所以今天先来做一支感谢视频 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厚爱和支持 终于让咱们这个频道 今天站上了100万这个里程碑的门槛了 这几天一直有朋友建议 达到100万订阅以后 是不是开个直播 或者做个什么特别庆祝的节目 那这个事我觉得可以稍微缓一下 因为YouTube上的订阅数 它也经常上下有浮动 YouTube还说它会不定期的清理垃圾账户 所以不排除某一天刷一下 它又给你减几万订阅下去 就掉到100万以下了 所以我想咱们还是学别的大V的样 等YouTube发了100万订阅那个金色的牌子之后 发了那个Creator Award之后 咱们再来正式庆祝 通常这得等一阵子 得YouTube看你的订阅 站稳在了100万 而且你还在照常更新 它才会给你发牌子 所以还得多等几天 要不然咱们这先开了庆功大会 然后突然间订阅数掉下来了 是不是很被打脸啊 不过我想只要我这儿保持日常更新的节奏 站稳100万的应该是没问题 所以先做一支简短的感谢视频 向大家表示谢意 首先当然是要感谢观众网友们的厚爱和支持 咱们这个频道目前已经更新到1100多期了 不知道在看的朋友当中有多少是100期以前就订阅的 当然后来加入的观众网友也一样要感谢你 因为这个视频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流量和完播率的基础 平台才会推荐嘛 这个频道才能够持续成长 所以粉丝网友们确实是我的一时父母 同时还是灵魂伙伴 人家能够把你这个视频看完那么长时间吗 当然是灵魂伙伴Soulmates 当然就要衷心表达感谢 怀有感恩的心 接下来要感谢我们团队的同事们 我这个YouTube频道是从2017年元旦那天开始定期更新的 我这个Gmail账户是早就有了 但是视频博主生涯是从2017年元旦才开始的 到现在马上就要走完六个年头了 我做视频播主的头三年 除了我太太提供一些支持 还有从2018年2月起 我那个会员网站文招.ca开通 有一位技术支持和客服的同事之外 头三年别的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只是最近几年才有了专门负责剪辑和管社交媒体的同事 正是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付出 才有这个频道的成长 所以也得对同事们表达谢意 另外呢 您如果没有订阅咱们这个频道 或者不是咱们的付费会员 那也不要紧 但您天天看呢 这就是支持 以及呢 如果你向别人介绍传播过 在这儿呢 也要向您表达衷心的感谢 哪怕你就是为了怼文招 是为了批判文招 从而向别人介绍过 那也是帮助我传播了嘛 你最起码提了我的名字 所以我也得感谢你 特别是那些帮忙向墙内传播的网友 还有身在墙内 还在帮忙传播的网友 都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 尤其需要向你们表达谢意 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漏掉没有感谢到的啊 其实还有一些人啊 我觉得也是需要向他们致以谢意 那就是自媒体这个领域的前辈们 我这个频道的头一两年啊 会不时的提到他们 就像高晓松、罗振宇、袁腾飞等 这个领域的前辈老师们 高晓松后来是加盟了爱奇艺和阿里音乐 他那个脱口秀节目小说 在2019年就停更了 罗振宇的那个著名的《逻辑思维》 视频节目是在2016年底就停更了 专注去做他的那个得到APP那个付费平台去了 那这两位呢 高晓松和罗振宇 近两年在网友的风评当中啊 有一些分歧的看法 似乎和他们当年树立的那个形象啊 有一定落差了 但是抛开观点不说 其实我心里对他们一直都是很尊重的 因为人家是在中文圈里面 开创了一种知识类自媒体的模式 而且大获成功 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提供了经验典范 我也是学习人家的经验 只不过是移植到了实时政治评论当中 没有别人的探索 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没有别人开拓的这种节目模式和开拓的观众基础 那也没有我的今天 那当然也是要心怀感恩的 在这个混沌的乱世当中呢 我知道啊 有一些和我一样的自媒体人啊 心里还是有想框正这个世道风气的志向的 当然也不是墙内说的那种所谓的正能量 是真的回归那种经过历史沉淀的人类的正统文化 是真正的正能量 那么尊重先驱和向前辈致敬 它是任何正统文化的基础 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秩序的基石 还不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啊 哪怕互联网说书这一行也是如此吗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懂传统文化 那你说什么恢复传统呢 那不开玩笑吗 文化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从网站上来看几个故事 你就懂了的 是体现在你怎么样待人接物上 那我这儿巴拉巴拉说了这么多啊 其实油管上达到一百万订阅的播主很多啊 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我记得2017年底的时候 YouTube当时的CEO 给我们所有这些创作者发了一封邮件 就说YouTube在这一年 达到一百万订阅以上的频道 已经有五千个了 这是2017年底的数字 那会儿就超过五千了 那现在又过去了快六年 YouTube上面日活月用户和频道的数量 又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 订阅一百万已经是小case了 不算什么了 我今天查到YouTube上 这个订阅数排行榜前50名啊 都是在4300万以上的 最大的一个频道呢 是一个印度的音乐频道 有两亿两千八百万的订阅 那中文在YouTube上 其实应该算是小于种 活月用户大约在七到八千万之间 是不太能和别的大于种相比的 YouTube这个平台的调性呢 就是说它平台它也有自己的性格喜好嘛 就跟媒体是一样的 YouTube这个平台的调性呢 它是喜欢生活娱乐类的内容 新闻政治性的内容啊 这个平台的算法是不喜欢的 因为我有另外一个 娱乐的讲故事的频道 文昭思绪飞扬 所以两箱有对比 在这边啊 文昭谈古论金这个频道 经常是一集视频 一个星期以后 那个CTR指标就是Click through rate 点进率还能有9%到10%这么高 那比起那个娱乐频道呢 就高出去一倍 这个比例是不是越高就越好呢 还不是这样的 它说明这个频道上的内容 没有怎么得到算法的推荐 它的缩略图展示的次数比较少 以至于看到缩略图点进来的那个比率比较高 是这个意思 由于这个时事评论内容在平台上不是那么受欢迎 同时又是中文小于种的 所以达到百万订阅确实是不太容易 我这儿花了6年 就没有办法和生活娱乐类频道相比了 所以最后也是讲一点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如果您是有志于干YouTuber这一行 但并不是有特别的志向 要做时事政治类内容 就是想做一个流量明星呢 建议您就不要紧《时事政治评论》这一行了 这一行呢虽然不缺话题 因为是跟着时事走的嘛 但并不是平台所喜欢的 那么好 最后呢还是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和我的共同坚守 那接下来呢还是得讲今天的时事政治话题 那这支感谢视频呢就先做到这儿 咱们待会儿再见